伴隨著處女座的新月 上升或太陽相餘座 在農曆百月自身整體運勢會如何 那根據這次的新月圖 一般的尖星家都會跟你說 很開心地跟你說 哎呀你們真的好了 接下來可以拍拖、結婚、有蜜運 或者是跟一些人的關係變好了 化的為友 這件事我就不反對 不反對 但是我想問一下 大家有看過家有喜事嗎 你們有沒有真的學過 他試過一件事叫做 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呢 今天我就要給雙魚座去感受一下 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 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是會一口砂糖一口屎再一口砂糖 我先餵你們吃砂糖 好了第一根砂糖是什麼呢 就是共思共思共思年 就是說呢 接下來有機會會拍拖 OK 結婚 OK 特別呢 特別特別如果是跟一些舊的人 對 就是重新去 我相信很少會見到舊的人 就跟他閃電結婚 OK 但是可能見到舊的人 然後跟他拍拖 對 但是如果結婚的話 可能真的順理成章 就不關夠不夠人事了 OK 還有如果這些關係是由一些家人去籠絡你們的 OK 所以我當你透過家人介紹去相看 然後拍拖成功 OK 又或者 家庭壓力之下 終於結婚成功了 對 這裡就可以關聯到 如果家人是怎樣去關聯到 婚姻那裡 好 但是如果不說感情的話 其實人際關係都真的有共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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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就是說 的確跟一些朋友的關係會好了 又或者這樣說 他可能本身都不是你朋友 但是你們就可以化的為有 變得close了 如果一直有一些心病 不和 不太妥對方 都可以去修補 大家變得更加close 這樣 這裡就是砂糖的部分 然後 As promised 吃完砂糖 我就要為你們吃屎了 哈哈 這裡就是第一次巴黎鐵特反轉 就是說 之前那些東西好像很美好 但是原來背後 是有很多的 我會說叫做陰謀鬼計 或者很多事情 其實你會不太情願去做這些事情 例如 如果我講到感情婚姻 那這些呢 會是一些有目的性的 就是一種親密接觸 那九成九呢 簡單一點來說 真的叫做那些政治聯婚 貪對方有錢 吊金龜或者 駕婆們 或者是娶過千億媳婦那些朋友 OK 那在這個農曆八月呢 雖然是很容易發生這回事的 即是就算不是結婚 但是 你感情方面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歡她 未必 但是可能她有家底 你是喜歡她的錢 不是喜歡她的人 她的人 OK 那在朋友方面 都是會有一點點 著數的 那 所以特別特別是什麼呢 如果你們是職場的同事 為什麼你們平時一向沒有兩句 甚至有些不妥 但是忽然之間 你會去reference她 因為她有些東西會幫到你 你想投靠她 對 還有 任何朋友方面 都可能有些東西 你真的不可以得罪她 因為可能她 有些東西 她是知道了你的秘密 你想她幫你隱瞞 OK 那這些通通的東西 其實你是會委屈了自己 然後 然後 你 硬要和這些人 懶是朋友 打病 懶是 喜歡她 這樣 那這樣東西 其實是會令到你們覺得 自己很 虛偽 OK 那這裡就是 屎的部分 不過放心 屎只是吃一次而已 或者這樣說 總之 你們會有一些 任何不為人知 但是你們的hidden agenda 所以簡而言之 就是你會有hidden agenda 而去做我剛剛所說的事情 好 那到最後 又餵你們吃砂糖 那這個就是最後一次 包來鐵塔粉傳 那 就 令你 起碼樂觀點 積極點 去 看整件事情 為什麼呢 整件事情好像說得這麼壞 你們都很虛偽 是吧 棄子無情 為什麼可以把這件事看得很好呢 那就是說 其實 這個是一個醒醒叫 OK 你們 相遇的朋友 你們開始要認識 其實 細圖險 險 險惡 這個應該讀個惡字 不是糊 險惡 險惡 這個應該是惡字 驗惡才是一個糊 對了 你們要認清了細圖險惡的 這回事 對了 其實有時候做人是這樣的 你少不免是要做一些很安裝 骯髒的東西 但是 你問一下自己 其實 你有沒有傷害到人 真的 其實我覺得你沒有傷害到人 你反而是傷害了自己 你是 是不是委曲求全 你是在傷害自己 OK 然後 當然最後你還是想去得益 對不對 但是 你起碼不是叫做選人去理己 你是選己去理己 所以 由這個角度去看 其實 你會不會欣賞自己 也有一點偉大呢 真的 有時候你會被理性蓋過感性 因為如果你只是根據你脾氣 你個人的喜悟 今次讀過悟 你個人的喜悟去行事 你就不會去屈就自己 但是今次你是屈就自己 而去成就一些其他事情 其實這個是一個成人禮 OK 你成熟的表現 是的 還有 說真的 我們經常都說 雙魚是經常在這裏做夢 經常會在自己一個美好的花花世界裏面 歌都可以唱 路口音 心藍 大家什麼年代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也許一天我便 我要扮他這個山雅音 也許一天我便 變造魚活在你內 把心釋放 像不像 其實我唱得好聽一點 但是我特意要扮他 扮他的聲音才 那麼啞 我好聽過他的 OK 對 那就是 你想一下這一句 去一天我便造魚 為什麼好講不講這句歌詞 會變造魚 其實跟雙魚是很關的 因為經常在做夢 我們說金魚記憶 不知道只有三四秒 你整個游來游去 好像在那裏吹那些水泡 好像在那裏遊魂 發夢 但是 你們現在開始 喂醒醒吧 麻煩 你開始變成大人了 你不要再覺得 還在那裏 石榴仔玩泥沙 我很喜歡你 你很喜歡我 大家開心開心 不是的了 這個世界很殘土 OK 其實這個會是一個 令你們 更加去樂觀積極 去看這次事件的一個角度 說真的 因為這次處理了生穴 屬占星的朋友 都知道這個叫做七公生穴 其實七公生穴 是不會令你死的 對 七公生穴 就很少令人死的 OK 所以 即是 無論怎樣 即是那一口屎是不好吃 但都會有一點絕處逢生的機會 是吧 好 最後也提一下你們 上班的人士 我相信這裏九成都 即是 不是學生哥 都是叫做 投身社會 OK 在職場的關係 非常之複雜 同時之間 亦敵亦有 真是敵友 也都傻傻方不清 OK 會有很多利益瓜葛 並非真情 是的 這個也是 我 即是會呼應到 一開始的訊息 那 你 你會不會真的委曲求全 是 純粹去 即是跟他去扮朋友 OK 好啦 最後呢 就因為那個行星 啊 啊 啊 不是啦 因為我 因為做到你們這裏 我都有點 不要緊要你們 看賽彈 你們 看賽彈記住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裏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博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發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給大家發掘 啦